2018年5月11日10点13分39秒来源 观察者网5月11日 美国防务新闻杂志网站报道 本周四5月10日亨廷顿因格尔斯造船厂宣布 该公司已经开始建造首艘阿利伯克斯拉提一型驱逐舰 卢卡斯DDG125号 与此前建造的73艘伯克级驱逐舰相比 这种驱逐舰首次装备有大型的原相控制雷达 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 伯克三级驱逐舰构想图 正在进行试验的SPY6雷达 按照最早构想 伯克三上将安装AMDRS和AMDRX两种多面阵多功能 有人向控阵雷达 共同组成双波段雷达 剑桥上方的AMDRX雷达性能 非常强大 最终几经缩水 最后决定在伯克三上安装SPQ-9B型X波段雷达充数 图为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试验的SPQ-9B雷达 与原计划可以用于反导的AMDRX相比 该型雷达只能精确追踪近距离目标据报道 卢卡斯号是2013年时美国海军下达订单建造的5艘伯克2A级驱逐舰之一 但为了加快伯克三的服役进度 美军决定追加投资 决定将其作为伯克三级首舰建造 为此 该舰的建造成本大幅度增长 在2017年6月 美国政府与船厂签署合同 不过建造工作直到最近才开始 英格尔四船厂宣布 他们已经开始DDG-125的建造工作 目前已经切割了首批100吨的钢板 该舰预计2024年佛异 伯克三级驱逐舰是对伯克级驱逐舰的重大改进 其船体的45%进行了重新设计 改进的核心是安装APY6有源向控制雷达 并增强全舰供电能力和冷却能力 以满足新型雷达的需求 防务新闻称 新型有源向控制雷达比 早先伯克级使用的APYED雷达零米度提高了30倍 这意味着该舰的防空反导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相比之下 如今已有两艘下水 共6艘在舰的中国055型大型驱逐舰 装有S波段C波段和X波段两套多面阵有源向控制雷达 组成的双三波段雷达系统 同时舰体后部还安装具备反引伸功能的大型UHF波段警戒雷达 据悉 根据正在实施的水面舰电子站提高项目升级要求 卢卡斯号还将增加被动探测能力 这一系统将需要和其他被动传感器联合使用 例如F35战斗机上安装的系统 通过三角定位的方法 这种系统可以确定目标的位置 而不必发出电子信号 暴露舰艇自身位置 防务新闻采访了美军退役驱逐舰舰长 现任费里布里奇集团顾问的布莱恩麦格拉 他表示 APY-6雷达是美国海军急需的装备 他将可以确保美军领先于中俄 可静的SPY-1雷达已经为我们服务了很长时间 但是随着威胁的变化 我们需要一种新型雷达 他说 SPY-6雷达就是这样的雷达 它的各方面性能都有可观的提升 它可以让我们追踪更快速和更小的目标 探测距离也更远 这将允许舰长有更多决策的时间 观察者网军事评论员认为 虽然美国宣传SPY-6领先于中俄 但实际上作为多功能大型有源向控阵防空雷达 SPY-6比中国在052D上开始运用的346A火空雷达晚了很多年服役 而伯克三级驱逐舰的预计服役时间也比中国海军055型大型驱逐舰要晚 SPY-6雷达的主要优势是提高反弹道导弹能力 能够凭借更高的探测精度和距离 对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进行远程预警 并指挥标准3 标准6导弹进行拦截 由于原理限制 标准3导弹只能对付大气层外目标 而标准6只是安装了新型引导头的标准2BLCOK-4导弹 拦截大气层内高超声速目标免离其难 对于美军来说 最讽刺的是 美军当年计划中 飞行速度达到马赫5的快音反舰导弹 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 而其对手很快就会在大型驱逐舰上装备射成上千公里的高超声速反舰导弹了 但是随着高超声速导弹的快速发展 这种探测拦截能力 正在迅速过时 近年来也有一些西方军火公司宣布自己的雷达 或者导弹具备反高超声速武器的能力 例如法国泰利斯公司就在昨天 宣布其新一代海火雷达 具备追踪高超声速导弹的能力 但实际上 由于电扫雷达本身具备的数据刷新率高 分辨率高的特点 理论上有原相控阵雷达当然都能够追踪高超声速导弹 问题只在于 高超声速导弹的飞行高度 远低于普通的弹道导弹 它进入地面雷达探测范围的时候 几乎就已经没有什么反应时间了 这种追踪和探测的意义不大 美国的SPY-6理论上当然也具备同样的能力 但这却并不能改变标准三 只能进行大气层外担解 而标准六只是装了主动雷达引导头的标准二的事实 因此伯克三即使能短暂追踪到来袭的高超声速导弹 却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 除了释放干扰外并无对抗措施 目前美国海军只有提抗德罗加级巡洋舰才有完整反弹道导弹能力 而大部分博克级舰这种能力并不强 博克三级的出现 以及对老的博克舰进行机性就改装 能够缓解美军反导能力不足的问题 但在高超声速导弹站露头角的今天 对抗传统弹道导弹的能力已成明日黄花 不过不论如何博克三对于美国海军来说仍然是事关未来的重要装备 其后续建造和服役情况值得继续关注